为了因应各种灾害的发生 平常就应该做好扎实的训练 而基于这样子的理念 云林县特种搜救鞋柜的训练基地 在这一天哪是正式启用了 现场有专业的救灾人员 为大家示范了 垂降救援 滑绳索以及水下救援 等等的技巧 而种种的表现是既专业又精彩 垂降救援 水下救援等等 现场救灾人员为大家带来专业又确实的训练 为了可以有最好的救灾服务 所有队员在平时也都专注训练 而为了更加提升救灾效率 训练基地也积极找寻各领域人才 只要有论路 我们就有空的 就全部出勤参加救 所以救援的最大论路就是能够 将逆者或者是受困人员 能够安全的救上 经过小白队长网络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 有这方面的专长可以去做协助 那他会希望说 如果各行各业或者是各领域 有专才的人员可以一起加入 为了一个种灾害的发生 淤泥县红石智慧水上救难大队 也来特别编制特种舍救协会 现在除了水下的救灾工作 也增加路上以及山区的救灾 而这次位在斗六市的国民运动中心 也将作为协会的训练基地 斗六市有一个好地方叫国民运动中心 它可以提供让我们这种收救单位 救难大队提供很好的训练场所 那我们云尼县特种收救协会的前身是 我们的红石智水上救难大队 那是为了让我们的收救人员更广泛的吸收 所以说我们在水上的一个救灾专业之外 我们再配合消防局的训练 再增加了路域 还有山难的一个训练 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参加 灾害什么时候要发生很不一定 只有平时做好确实训练 才能够来增加救灾时的效率 而这次训练基地的成立 县长张立善也表示十分肯定 并感谢所有救灾人员辛苦的付出 我们云林县议员林岳长 长期以来为我们地方的奉献 大家有目共睹 那今天又特别成立云林县特种收救协会 那他担任理事长 我想我们透过很多的这些基本的训练 跟所有的专业训练 那所有的这些成员都经过合格训练 而且领有格格的征兆 一旦遇到任何灾难 无论是水灾地震火灾 他们的救援都非常的到位 也非常的专业 有了训练基地的成立 在未来所有救灾人员训练 也可以更加落实 而除了县内的救灾工作 协会也将积极参加全国性救灾 希望可以来帮助更多的民众 解将一运力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